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在汉语桥朝夕相处的画面 总是不知不觉中浮现在我眼前 你记忆是否依旧 回顾当年的汉语桥 那十八岁的少年 陪我们唱着火月的歌 带我们揽诵着深情的诗 在歌词的滥潮中 我们不知不觉成长 在见到彼此的天真灿烂的笑脸时 我们的心胸日益开朗 我们体会了友谊 体会了善良 体会了离别中的热泪盈眶 这些瞬间似乎凝固 我们拥抱了青春 拥抱了记忆 也拥抱了永恒 汉语桥是尸身的桥 在疲惹 沮丧无助时 他们给我们擦拭了眼泪 见不得我们跌倒 拉着老师那温暖的手 长途跋涉 千山万水 还能算什么呢 汉语桥是我们突破了自我 发挥了潜力 是我们在漫长的求知道路中 不顾艰苦 善下求索 揭开了那不大而精深的中华文化 使我们破茧成蝶 发现不同的彼此 在见识有人的忘我 我们自己也成了知音 伴中一心 齐心协力 手拉手踏上了汉语桥 如今 那明媚的阳光 那清脆的产敏 一沾沾熟悉的脸庞 一颗颗火热的心 仿佛在昨日历历在目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有同样的感受 大家好 我叫安子氏 今天我从遥远的摩尔多瓦 向汉语桥传达我最惩慈的祝福 汉语桥二世载 这一路有成长 有梦想 有幽幻 恭喜汉语桥 我们同意写手 共传新天 不如你 脸肥桥 继继继统 我看得到二汇列 大三汇列 大三汇列 明镯 我看得到三汇列 大三汇列 是 有充足啊 我看得到一汇列 那些汇列 都要对那畅地� Televis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